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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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者,你們來了 我已經準備妥當了 帶了些自己做的手工點心 對了,彭毅做的那種煙花筒 我也備了幾份 希望仙人們會喜歡 你看,還有什麼遺漏的嗎? 好 去絕雲間之前 我們先到城裡拜會一下平姥姥吧 美鳳 女人 永遠 解放 混蛋 明天 那是 紅 外 小姐 小姐 找不見 女人 小姐 大中 别的,就别跑东跑西了,安分些吧 姥姥,我客户多是喜事啊 都到海灯节了,谁还赶着来找你啊,这孩子 话不能这么说嘛 听姥姥,海灯节好呀 听姥姥,许久不见,近来可好 是你们呀,海灯节期间见到你们,真令人高兴啊 旅行者,好久不见了 库琴小姐也来了呀 佳节在即,我们七星给二位备了薄礼 一些海货,两匹优质绸缎,还有专程为平姥姥准备的珍奇花种 清便的货物我都带过来了,绸缎还在路上,不着那边刚提完货,稍后会拆伙计送来 小礼不成敬意,希望能和二位的演员 哇,真不错,气情有心了,谢谢 好,好,既然是客情挑选的花种,一定很不错,多谢你啦 二位喜欢就好,我们还要去见另几位仙家,不多打扰了 你说刘云他们,哦,他们应该都在绝云间吧 我听人说,街上这些装饰都是客情你亲手设计的 把城里打扮得这么漂亮,自己却往山里跑 也不去街头亲自逛逛,多可惜呀 燕飞可喜欢那条街了,没事就去逛有 姥姥,我才没有逛有,我那时在给客户们做咨询呢 哦,那你在烤吃虎鱼滩前待那么久,也是去做咨询 那是我在帮他们计算物价呢 计算物价可麻烦了,要查好多条款的 嗯,做我们这行一般是没有休息日的啦 客户有事相托,我就得赶过去 那不是很辛苦嘛,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这种日子没法过啊 嗯,没有明确规定的休息日,但时间是自己安排的 总能找到空闲放松一下 不然,我总是一脸倦意地去见客户 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肯定很差,更别谈合作了 再说,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嗯,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 剑都施工的时候逛过好多遍,完工之后还真没去过 本打算等工作结束好好的逛一逛 没想到事情一件接一件,就把逛街这事给忘了 嗯,也好,机会难得,我也该带你到处转转 但眼下还得先去绝云间 二位,我们先告辞了 我们先去见哪位仙家比较好 嗯,要不要先去澳藏山找流云借风真君 他总是待在洞府里,比较好找 流云借风真君 好 再怎么忙,也该注意休息啊 累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得咯 赫青小姐真是勤奋啊 我要不要也向他学习一下呢 我要不要也向他学习一下呢 对,就会不的话 不要再让它说 愿意 呼 借时,你怎么有空来本仙这里 总务司不忙吗 那你什么事 才是这一套年划 在今天室身上 啊,正是因为海灯节将近,我才请假来拜会真军的。 不过,怎么没看见薛岳祝阳真军和李水蝶山真军? 他们呢? 这不是旅行者吗? 哦,还有玉恒星,时乃希克。 大家海灯节好呀! 仙甲,甘雨,二位好。 真没想到,克勤居然来了。 玉恒星,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嗯,你们倒是客气,来找本仙有什么事吗? 佳节在即,我代表七星来问候你。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收下。 离月七星日里万机,百忙之中还能亲自来我这山野洞府,实在是有心了。 嗯?有趣的源头? 这莫非是…… 这是经由总物司改良的新款烟花。 听说您喜爱机关装置,就给您也带了一份,全当消遣。 柳云借风真君? 这位仙甲虽然不排斥人类,却对离月人质一事稍有怀疑。 或许是觉得人类太过年轻了吧。 没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在那之前,我们最好给他留下些好印象。 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既然刘云借风真君喜爱机关术,那他应该会喜欢这份礼物。 听甘雨说,刘云借风真君对饮食非常挑剔。 我特地没带点心来,以免引起不快。 考虑如此周全,一定没问题。 哎呀,没想到。 嗯,有趣。 精致中别有巧思,外观也做得不错。 嗯,看表情,刘云真君很喜欢这份礼物呢。 甚好,这款装置本先就收下了。 说来,听甘雨方才所言,应是还想见见薛月祝阳与离水叠山。 可惜,时机不巧啊。 咦,他们不在家吗?我们也要找他们的。 那两个老家伙。哼。 薛月祝阳一直很记挂黎月岗。 但当初大家说好了,要将离月交给七星,她总不能随时随地前去城里监督别人工作吧。 本先不是没劝过她,若真是放不下,也可化成人形,到城里看上一眼。 只是这老顽固,怎么都摸不开面子。 后来,她干脆借着云游的名头外出散心去了,至今未归。 离水叠山倒是看得开,但她说是想要找些新玩意儿来护卫山门。 说着,也外出寻宝去了,一直也没个消息。 等等,这两个家伙,不会是找个借口一起出去玩儿了吧? 嗯?居然这么热闹。 这声音? 申鹤?是申鹤吗? 嗯? 嗯? 咦?申鹤也来了,也是来探望流云接封真君的吗? 申鹤?难道是真君曾提过的那位? 各位。 申鹤,这位是甘雨,您应该听过。 您,您好,我叫甘雨,现在在玉京台任职,听说您最近也回离岳港了,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都可以来找我。 我会记得,非常感谢,我带了些城里买的吃食过来。 听说,海灯节期间,离岳人会带吃的给香熟之人,所以我想,应该来这里一趟。 嗯? 糟了,我可是特地不带点心过来的。 这样,这样可以吗? 好。 还预备了给那两个家伙的份。 是的。 嗯? 没想到,才回城里几天就有点开窍了。 谢谢你的点心,申鹤。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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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以后你们都要留在离岳港里,可得彼此关照啊,明白吗? 嗯。 我明白了。 这里比我想象中热闹多了。 降魔大兽? 最近不曾见过他。 。 这样啊,那应该是不在绝云间一带。 我们还是老样子,去王叔客栈找他吧。 总之,这大过节的,就只有本仙留守绝云间。 要不是甘雨来访,本仙怕是要再度闭关,潜心研究机关术了。 。 扰宁清梦,实在是不好意思。 呵呵,突然见外起来是做什么? 哪怕叨扰本仙,也不是第一次了吧? 你呀,小时候最爱趁本仙做机关的时候进屋乱跑。 还特别爱玩本仙做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啊? 不好,又开始了。 这对甘雨来说可是大麻烦。 啊,神,神君! 我,我还有事要做,先回去了。 诶,怎能突然匆忙起来? 玉恒星就在此地,你有什么事,找他定夺不就好了? 不不,是……是很重要的工作,必须请示宁光大人。 这么讲究,非得找宁光? 呃,对,是的,我与宁光分工不同。 甘雨平时,要将工作分别报告给不同的负责人,实在难为他了。 客卿小姐,是在帮我…… 呃,是……所以很抱歉。各位,我……我先告辞了。 诶,怎么……怎么……怎么真走了? 这孩子,老是一惊一乍的。 不过嘛,本仙并非不能理解。 秘书可不好当。 李月港里大大小小事物,不少是从甘雨手里过的。 这么辛苦,哪怕是仙驱也要注意休息,万不可累坏了。 甘雨为人勤勉,工作起来容易费寝忘食。 几位平日里若见到他,还请多监督他吃饭睡觉。 一定。我们平日深受甘雨关照,他的健康非常重要,我会照顾好他的。 嗯…… 哼哼,玉恒星,还是那么可靠。 把李月港交给你们,确实是明智之举。 定不负仙家所托。 还有这些点心,瞧着真不错。 嗯。 东西就放这儿吧。 稍后由申鹤陪本仙运进府中。 等薛岳祝阳与李水蝶山回来,本仙自会转交。 烟花的结构真是巧妙,本仙要好好研究一番。 顺道听听,深含在李月港的见吻。 嗯。 要说奇闻去世,还是不少的。 那就一边摆弄机关,一边闲聊吧。 是呀,过节不休息嘛,这可是过节耶。 哼,本仙隐居山林,早已不在意什么节不节日的了。 不必担心,本仙的身体本仙自会爱护。 休气很重要,若只是一味沉迷研究,累出了病痛,就没法亲自验收机关成果了。 亲自验收是很重要的事吗? 当然,众果得果,等的便是这份收获的喜悦。 若是费寝旺时的制作机关,忘了留出亲自验收成果的时间。 哼,那岂不是成了不吃自己做的菜的厨子。 本末倒置,绝不可取。 诸位,闲聊就到这里。 本仙先去继续方才的研究了。 神鹤,随本仙过来。 能不能吃自己做的菜? 嗯,确实很不合理呢。 刘云接风真君对机关之道和厨艺看得好透彻啊 虽然有时候奇奇怪怪的,但到底是仙人呢? 仙家智慧自当如此 而且,他很关照身边人 虽然是隐居的仙家,却紧紧地将他人联系在一起 不入室,却比世间人更有人情味 这样的仙家,实在有趣 旅行者,派蒙,接下来去望书客栈吧 降魔大圣或许会在那里 先找菲尔戈代特问问降魔大圣的行踪吧 诶,等等,那边是... 琪琪,还有... 还有那个脖子上挂着蛇的怪家伙 白先生,药采了很多 嗯,带我收拾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喂!你们怎么来了? 白先生想采药,所以琪琪来采 可是,白先生也来了 我们在储备药草 旅行者,派蒙,还有克勤小姐 幸会 每逢节庆 不补炉内,禁卫消失类药品都会脱销 很快就是海灯节了 我想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就走得远了些 采了不少药草 等清点完,就能回去了 不过,倒是没想到会在这里 遇见玉恒星克勤小姐 有些公务 啊,原来是这样 节日将至,您还在四处奔走 真是辛苦了 白先生客气了,都是分内之事 克勤和旅行者,很忙 我们也忙 我们跟你们一起忙 谢谢你,琪琪 三位先忙,我们不多逃扰了 旅行者,走吧 去找菲尔哥代特小姐 克勤大人,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特殊安排吗 不,只是来找你打听降魔大圣的事 他在旺术客栈吗 萧的行程,我们不会过问 不过他要是在,一般都会在楼顶 您可以去那里看看 似乎不在 莫非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是又去哪里战斗了吗 要不然我们把礼物给老板 请他转交 即位有何贵干 你,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吓我一跳 是 你好,我是克勤 黎月七星中的玉恒星 玉恒星克勤 讨伤奥塞尔时,我见过你 剑法不错 我们是来给你送海灯节礼物的啦 你看,有这么多好吃的 此等好物不必给我 太浪费了 想要除魔本就是我等之责 无需多礼 业障对人体有害 就算你们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也最好不要随便接近我 等等,你又要走了吗 快到海灯节了 不休息一下吗 我不喜欢人烟嘈杂的地方 节庆期间 更要加强防范 以免妖魔入侵 我会像往常一样巡查 你在游玩时 也要多加留心 如有危险 好 不,不见了 小孩是老样子 不知道今年他会不会看烟花 嗯,到这里为止 所有仙人均已拜访完毕 我们下楼休息一会儿 然后就回城里去吧 哎呀 哎 这可怎么办 哎 客情大人 客情大人 太好了 您在这儿 彭一 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什么了 客情大人 您听我说 之前我不是按您的要求 重新规划了烟花布置点 把布置范围 扩展到了青测庄吗 我安排的人 已经带着烟花 去青测庄布置完毕 也留下负责操作的人手 可是 可是那个负责人回来跟我说 安放在青测庄的烟花 全都被偷走了 我立刻报告了千炎君 还多做了一批烟花 预备运去青测庄 交由士兵看守 但海灯节期间 各处都需要人手 千炎君又四处奔波 连日常巡逻都快缺人了 根本没有余力 帮我们照看青测庄的烟花 剩下材料不多 要是第二批烟花再被偷 就全晚了 所以 我就想先去青测庄 看看情况 没想到遇见了您 客情大人 您 您有办法吗 依照总务司的安排 海灯节期间 城内巡逻人手加倍 而且都是连班伦手 他们还要兼顾日常事务 确实分身乏术 唯一能动用的 就是那几支特别应急小队 但那些队伍激动待命 人数不多 也无法长时间驻守某地 如果要动用他们 最好是能速战速决 不 不然 我们去找仙人们帮忙吧 流云接风 真居 或者香 怎么样 他们一定能一口气 解决掉这些事 不 这样就显得我们 太没有谋略了 这样吧 鹏一 这件事由我接受 对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吧 多谢二位的心意 我对此事稍有头绪 等我着手安排一番 鹏一 稍后你先回离岳港 整理烟花 再到青测庄 与我会合 旅行者 你我先行一步 去青测庄 找村里人打听打听情况 好好的一批烟花 怎么就不见了呢 若曦奶奶 您好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烟花失窃的始末 客情大人 您居然亲自过来 无妨 请您先说明情况吧 之前那些人 把烟花搬过来的时候 村里的孩子们可高兴了 围在那边 看了好久 他们把烟花都堆在一处 说是要去确认燃放地点 先离开了村子 我记得 那些烟花是放在 嗯 就放在 老鹿屋子旁的那片空地上 可是 才过了一夜 那些烟花 全都不见了 负责人急得不行 直接回城里去想办法了 唉 村里的人也都不太放得下心 烟花丢了 说明周围有贼人 这一村子 老的老 小的小 虽说有千炎君助手 可大家也都不敢外出了 我明白了 村长 请您帮着安抚村里人 告诉他们 有千炎君指手 不会有问题的 旅行者 我们去烟花失窃的地方 调查一下吧 这里应该就是烟花失窃的地方了 他们一定认为青测庄居民都是老弱妇孺 防范能力不强 才敢明目张胆地行盗窃之事 实在是卑劣至极 绝不能放任他们逍遥法外 这样吧 我们先在附近找找线索 再做下一步打算 这是 脚印 追上去看看 脚印还没断 继续追 脚印还没断 继续追 一手射手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误会 非要说有什么误会的话 可能是你们埋伏的地方太容易引起误会了吧 英雄 好汉 真的是误会啊 您就是给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动飞云商会的货呀 那边有动静 我们过去看看 误 飞云商会 难道 罢了 不必多说 各位 加把劲 把这个人捆得再严实些 好的设议 以为是妖魔作祟 没想到又是盗宝团在捣乱 行秋 重云 你们在这儿啊 各位 相逢是园哪 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来了 我想先请问 这里是什么情况 哦 是这样的 每年海灯节 非云商会都会向黎月港外各个村庄运送物资 家规有云 这些物资应由家族成员亲自护送 去年是大哥 今年 轮到我了 重云怎么也在呀 重云来我家做客 我就邀请他与我一道同行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重云刚说的妖魔作祟又是怎么回事 二位看来是还不知道典故吧 烟花这一产物本就是源于燃放暴主驱散妖魔一时 古时的礼月受妖魔轻扰 逢年过节 人们团圆 阳气也剩 这些妖魔被吸引过来 便循着味摸到了城边 黎月港受帝君庇佑 妖魔不敢轻易进城 但仍盘踞在城门旁 骚扰过往行人 为驱散他们 人们制作爆竹拿到城门旁点燃 靠着火光与巨像 成功赶走了妖魔 十封海灯节 我本想外出转转 瞧瞧有没有落单的妖魔等着袭击路人 刚好 手边有货物要送 一样是往山里去 当然要请上我的方束好友同行啦 行秋说 他在一本古籍里找到了有关妖魔的传说 那本古籍里清晰地描绘了妖魔的外形与触摸地点 总之 到了这附近 重云立刻察觉到周围有埋伏 搜查一番 果然发现了盗宝团的人 这帮人见识不好 当即四散而逃 幸好我眼明手快 降助了其中一人 各位来得巧 我们正要把他扭送走无私呢 这人嘴倒是硬得很 一直说是误会 至于是什么误会吗 英雄 我说的都是真话 飞云商会那么有名 兄弟几个要知道这是你们的商队 怎么也不敢贸然动手呀 再说 飞云商会的老爷子仗义书才 福威济贫 乃是天下闻名的善人 你 你看 道理我都懂 英雄 都是误会呀 相信我 哦 意思是 你们另有目标了 是谁 我 这 总 总之 还请英雄们相信我 我们绝对没有打这批货的主意 行丘少爷 我想借几位家丁一用 将这名贼人押往总务司 至于相应的赏钱 总务司稍后必会补齐 匡扶正义本是我辈之责 哪有收钱的道理 来人 将这贼人押去总务司 明白了 少爷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 来 把这人带到边上去 再延延实实捆几圈 手指拖也分开绑着 别给他甩小手段的机会 且慢 各位家丁 有劳你们再带句话给总务司 这名贼人很可能与青测庄烟花失窃案有关 请总务司严加盘问 呵呵 果然 月恒星的吩咐都听清楚了吧 放心吧 少爷 都记下了 那我们先走一步 久闻行秋少爷为人仗义 今日之事多谢了 举手之劳 不必挂怀 各位 我有个推测 或许 盗宝团在这里安排了不止一批人 不止一批人吗 哦 重云 你也发现了 刚才搜查时 我发现更远处有几个零散的脚印 形状与道路中央的那些都不一样 说不定 还有其他成员埋伏着 追捕这些人时 我留意到对方几乎没带什么武器 人数也有限 他们若真是想要拦路打劫飞云商会 恐怕太过自信了吧 依我看 他们未必是等着打劫 反而像在等人接头 看来就是切洁的同伙了 他们在此埋伏 应该是等着帮忙搬运脏物吧 所以 脏物是什么 对老若父如出手 实在可恶 人手一事 贺勤不必担心 重云 我们带人去青测庄支援吧 嗯 那里就交给我们吧 区区贼人 不是我们的对手 多谢二位出手相助 如此一来 青测庄的燃眉之急也算是解了 只可惜 追到现在的足迹断在这里 也不知后面该往哪里去 明明只差一点 就能将这些盗宝团一网打尽了 可情 青测庄的事 就拜托二位了 放心 幸好遇到了他们二位 秦霞仗义是件帅气的事情呢 真正偷走烟花的犯人 还没露出马脚 我私下看看 旅行者 你回青测庄歇息一会儿吧 一路劳顿 已经麻烦你许多 后面的事 我自己来 可情 你是想一个人去找线索吗 不好吧 嗯 对了 你不是离月七星吗 找几个部下帮忙总可以吧 怎么也比一个人长安来的安全呀 我明白你们的心意 但现阶段人手本就不足 这些琐事 我一个人也能处理 一网青测庄的烟花体积可不小 他们走不了太远 依我看 这群贼人若是聪明些 就该找个隐蔽的地方先把脏物藏好 日后再来取 我要做的只是找到他们藏烟花的地点 再带人过来 再说 我又不是鲁莽之人 不会打草金蛇的 我的性格你们还不知道吗 你都这么说了 我完全反驳不了呢 好了 旅行者派萌去休息吧 等我完成手上的事 就去青测庄找你们 周刁